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師傅 你好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正確是瓜之主 跟大家見面 我今天有個問題想問 以前我一輩的師傅 他們除了教功夫之外 都是鐵打師傅來的 好像師傅你也是表列的中醫師 我也是 你想問問 為何那個時候會教功夫和鐵打 是同一齊存在的 我想這也是生活上的需要 因為你租一個武館 學完就是晚上學功夫 你一個早上一個下午做什麼 立空租 變成你可能有些師傅 懂得鐵打骨球的 開門診診 第一可以幫助一些朋友 第二也可以增加生育骨頭經驗 那就是說很多時候 他們只是骨科那類的 就不是中醫師那類 真的有分別嗎 有分別 如果你是骨科 就是鐵打科目 扭傷手腳那些 如果內科 你就要開藥科 吃中藥 需要把脈 多數都是鐵打骨科那類的 多數都是鐵打骨科那類的 應該不會 因為第一 好注意那個時間 不夠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學習 第二 以前我們在武館 都是幫師傅 敷化藥 側頭側尾 師傅看完這個症之後 師傅可以解釋一下 剛才有什麼症 或者你自己問問師傅 為什麼這個症 要這麼遵循走呢 或者為什麼這個症 和剛才的症狀有什麼分別呢 是否什麼原因 導致用兩種手法去醫病呢 那你就慢慢累積經驗 到自己將來做醫生的時候 你有了一些不同的理解 對那些傷科 比較透徹一點 就可以做症 我想現在時代變了 有些損傷的話 都要去醫院 去醫院看 簡單不方便 以前就沒那麼方便 以前沒有那麼多陪套 而且你牽涉到可能保險 你要有保險 保險就要犧牲 證明你受傷才能保護保險 另外我知道 折打管裡面的醫管 折打醫師 以及起班裡面的班中 折打 有些不同的分別 我想這個可能要 說幾十年前那種折打 因為其實做醫生 就一定要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如果病人沒有理由 每次來的地方 如何找你 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累積經驗 或者累積客人 都需要固定的地方 但班中的醫生 在一個固定的鐵彈師傅 我都請問過一些老前輩的解釋 因為起班是流動的 到處去演出 可能今天這條香 明天會去很遠的另一條香演出 在起班裡 第一,他都要練習 因為很多農夫和武士 需要一個人 可以幫他基本的診證 急性的收集 對 另外起班到當地 做起的時候 那位師傅 可能會幫人診證 或者會賣一些鐵打的成藥 鐵打酒、鐵打丸、藥膏 即是可以賣一些收入 對 也是一個收益 那待會我們將 傳統鏈片的基礎片 裡面的招式 我們再拆解一下 好 準備好了嗎?師傅 準備好了 我們去看看 現在經常都要打開 打開 打開 都可以的 有什麼改善呢? 改善空間就是不停有的 師傅本身都有很多空間需要改善 但剛才看到 首先 有兩個小問題 就是當你打鼓勢的時候 這個手應該圓順一點 將整個人的身體搖一圈 就不要這個手來到這裡 這個手就出 變成這個手 就沒有做一個搖一圈 應該呢 兩手這樣翻過來 上下部呢 翻完這個手 變回歐手 歐手同時 中歐手伸直的時候 這個手才推掌 就是說 包完之後 歐手了 這個手掌稍微等一等 當你的歐手伸直手臂 手臂伸直了 歐手做了 向後拉 同時出掌 一個人前後 同一時間進行的動作 我們試試做一次 好了 同時進行做到 但是這個手不適宜伸直 拳呢 可以進行伸直 掌很少伸直 通常會留多少關節 關節 這個是一個速度的準備 如果掌推了之後 就不能變了 所以掌一定要留多少關節 如果掌推了多少關節 一個不適宜的關節 這樣就可以了 修飾 做成怎樣 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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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直線 回到來的時候 好了 下午的時候 身體由右邊 望向左邊 同一時間進行 停頓的動作 不需要很多 一秒 頂到兩秒 接著把眼神 望向正前方 摔下手 這樣向前 敬禮不合適 如果你這樣來到那裡 一半就收起來 第一 那個書籍不過大方 第二 你起不到一個 自己有一個使用式的動作 這個其實都是可以配合呼吸 在推牆的時候 你個人比較舒展 大方一點 如果這樣 你個人很局促 是沒有看的 所以留意再做一次 提起了 對了 對了 還有 完成了一張 之後 向前面 把手 這樣放 略為帶一點 回應 當張牧的精神向前 的時候 把手 垂下來 貼住 就是我們大腿的內側 才能夠正式延遲 正式延遲 招蘇 好 我想問一下 剛才說打虎勢 這是怎樣的問題 打虎勢 其實它都是一個 雙手黨的 一 二 三 所以勾手 其實勾手 在我們國術裏面 就是代表了 擒冷 抓住 只不過我們 用一個 那麼實在的動作 我們用一個勾手 去導入 其實勾手 就是表示我們 抓住的意思 他做的時候 聽出來 一折 一折 抓 是這樣的 那這個就是 一折 如果你剛才 一折了 再來是慢的 一折是同一時間 所以兩手走完 所以這個修飾 這個打虎勢 它的動法就是這樣 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路會長 這就是我們班長的場地 沒錯 我們幻想當日 11月29日 那些嘉賓就在這裡入口 沒錯 那麼當日的流程是怎樣 當日我們會拍了一套 就是總結電影 是 主要把整個計劃 是來龍去脈 還有一些大家的意見 這個是三十分鐘的一個影片 當時我們會有一個座談會 座談會 欣賞一套演片 還有可能有些功夫示範一下 聽說有很多嘉賓都在電影裡面 留了一言 鼓勵和寶貴意見給我們 沒錯 沒錯 我們大概都很廣泛 有些學者 有些武術界的朋友 這樣 我們都會在影片裡面 都會把整個活動給一個評語 希望鼓勵我們 真的很期待當時的成果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攝影比賽 班長點例都在 忘記了 沒錯 那天就是1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十點半開始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好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我介紹南京金箔 金箔是中華民族傳統工藝 源於東進 成熟於南朝 在今日南京的龍南地區 就是金箔的發牆地 它們現在已經1780年歷史了 傳統工藝怎樣做這個金箔呢 就是將一些金箔 經過花鏈、花條、鎚打和切薄 十二度嚴謹的工序製造成 做出來整個色澤是金黃 光滑柔軟 很薄薄到蝦 它的厚度變得微米 這個微米的意思就是 是一毫米的萬分之一度金箔 這個金箔之後 會將它黏在佛長 廟宇的屋頂 令到它一個特別的功能 在1997年回歸的時候 國務院送給香港的一個 金子經貼金的銅鯛 就是用南京金箔去貼 鋪貼而成的 大家可以去金子經廣場去看看 多謝大家